小朋友好 还有些动物呢 还会飞行 那他们的运动方式跟身体构造 和脚的特征都有密切的关系 那现在如果有些动物没有脚 也没有翅膀 那他们是怎么样运动的呢 他们的身体有什么特殊的构造 来帮助他们移动呢 课本上面有举了四个例子 以下我们就来看看 这四种动物是怎么运动的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蝸牛 蝸牛利用富足在地面上爬行 小朋友你知道富足在哪里吗 这里就是蝸牛的富足 蝸牛利用富足在地面上爬行 那第二个是蚯蚓 蚯蚓是怎么运动的呢 蝸蚓的身体有一环一环的构造 那蝸蚓就是利用身体的一伸一缩 来移动它的位置 第三个我们看到的是隔离 隔离利用腹足来移动位置 小朋友你知道隔离的腹足在哪里吗 这个白白的涂出来的部分 就是隔离利用隔离的腹足 第四个我们看到的是鱼 鱼没有脚也没有翅膀 但是它有骑 鱼摆动它的骑来游水前进 鱼的骑有分成五个部分 在背上的骑叫做背骑 在胸前的骑叫做胸骑 那位在腹腹的骑呢 就是腹骑 在臀部的部分叫做臀骑 这个地方就是鱼的尾骑 那鱼主要用它的骑 来保持它的身体平衡 以及控制它的方向 前进以及停止的作用 接下来呢 老师给小朋友看一段影片 来看看这刚刚提到的几种动物 它们怎么样靠它身体特殊的构造 来做运动 有些孤独没有想 也没有翅膀 它们要可遇动 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 雨天过后 花椒开始出来活动 它们有孤独在地面上 缓慢的行情 真的很慢 刮有的孤独有个数的陷阱 会等你一面 可以用滑锁 滑锁的地面 地面不从受伤 大雨让平常躲在独立的蚯蚓 跑到地面来活动 蚯蚓的身体一伸一缩 它们不断重复这两个动作 使它们能够向起移动 靠着它们不断地在独立移动 翻松不让让植物生长更好 难怪会被作为浓厚的好帮手 在水中流流的鱼 借着摆动的鱼鳍 产生向前的推进力 而能在水中移动 也能够它来控制方向 加上你的身形的身体 能够降低水中的阻力 使得鱼能够在水中快速游水前进 而泰似部分移动的隔离 事实上它们会用平常 躺在河中的平足路来移动位置 将自己埋在沙中再进行律食 没有找的动物 有适于自己的移动方式 生命总是会找到自己的出入 看完以上的影片 我们是不是可以清楚的知道 不论动物是以什么方式运动 都与它们的外形特征 以及身体构造 有着密切的关系 那请小朋友想想看 在日常生活中 你的印象中 有没有哪一些动物 是没有脚 也没有翅膀 那再想想看 它们是怎么运动的呢 比如说水母 阔鱼 海星 海胆 它们是不是也都没有脚 也没有翅膀 那它们是怎么运动的呢 等一下呢 老师会给小朋友看一段资料 来让小朋友知道 海星是怎么运动的 相信大家都很喜欢派大星 但是小朋友 你知道现实中的派大星 它是怎么运动的吗 它是利用什么构造 来帮助它运动的呢 看完以下的影片 小朋友可能就会完全的改观 那海星 其实是一种脊皮动物 一般来说 它有五个触手 它的骨骼不能动 它靠水血管系统移动 水血管系统上面 有很多凸起的小管竹 用来吸水和抓食物 是海星移动 进食 还有呼吸的重要部位 等一下 老师就来让小朋友看看 海星是怎么移动的 这个影片是美国网友 拍到海星在沙滩上面的移动 接下来就让小朋友来看看 它的影片 有没有看到很多的小管竹 这些小管竹 就是帮助它移动的 身体构造 小朋友看过之后 是不是觉得很新奇呢 接下来我们翻开习坐 来把这一个部分的习坐 做一个说明 请小朋友翻到习坐第36页 36页有一个习坐 要请大家来完成 下列各种动物 主要利用身体的哪一个构造运动 请将代号填入框格中 底下有六种动物 第一个是小白鹿 第二个是蜻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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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蜂��蜂� 什么构造来做运动的呢 好 首先我们看到小白鹿 擅长飞 那他所用到的构造则是 甲翅膀 小朋友你答对了吗 好 再来我们看第二个选项 蜻蜓 也是擅长飞 那他主要利用身体的构造 一样也是翅膀 小朋友你答对了吗 选项三 是一条鱼 那他主要是 油的方式 那他所采用利用到的身体构造 是哪一样呢 答案是乙 骑 小朋友你答对了吗 第四个动物是 蝸牛 蝸牛 蝸牛主要的运动方式是爬 那他所运用到的身体构造是哪一样呢 答案是 饼 富足 小朋友你答对了吗 接下来我们看第五个 是蜈蚣 他的运动方式是擅长走 那我们看到 那我们看到他的身体构造是利用钉 脚 他有非常多的脚 好 再来我们看最后一个选项是挖 那他会游 也会跳 他所运用到的身体构造是哪一样呢 答案也是钉 小朋友下次再见 再见 感谢